接过民众通报之后 领管处在县厅下设魂外线摄影机 那拍摄到黑熊妈妈带着黑熊宝宝的情形 显示这个地方呢 是非常适合黑熊生长的一个生育地 提醒民众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 能够减速慢行 发现黑熊即通报领管处 那也再一次提醒我们的民众 不要围观黑熊 避免发生黑熊妈妈弃养小朋友的一个状况 让我们一起落实无痕三里 让动物有一个安全的家